如果你在老婆那儿感受不到温暖和关心 那你不妨试试这么做 至少能让你摆脱婚姻的烦恼和疲惫 首先呢 别再想着去改变她 就像歪薄术一样 你没办法给她掰直了 但是呢 也没有必要砍掉她 对吧 你能做的 那就是随她去 好女人不需要你去操心 坏女人呢 你也管不住 她要是真有个二心 上个厕所 不能和别人聊个不停 再一个 如果感情不好 一说话就吵架 那你就把她当做个室友 告诉自己 你们呢 就是一个养娃的合伙人 她再怎么差劲 那至少也是孩子的亲妈妈 多少会出点力 总比你自己一个人折腾要好 至于她爱不爱你是否心疼你 几点回家和谁在外边玩 你就别再去追问了 哪怕你真问出来 又能怎么样呢 只会影响心情 做好自己的事就足够了 努力挣钱 累了呢 那咱就停下来歇会 别让自己活在派对 不要因为一些小事 就跟别人去吵架 争吵 对于一个不讲理的人 你根本吵不赢 想象一下 如果你没有结婚 是不是很多事 你还是要去做的 饭你得吃 衣服得洗 钱咱们得赚 那为什么换到这儿就想不通了呢 都说男人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呢 就是事业有成和取对老婆 那既然咱们已经取错了老婆 你就努力打拼自己的事业 多少都应该对自己的人 如果大家在感情和婚姻当中有所困惑的话 可以私信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